大家好,欢迎来到小G视讯的频道,在影片开始前,如果你喜欢类似影片类型,不要忘了订阅频道,开启小铃铛,当不会错过新影片哦。 台北小G的演唱会第二天,张青芳的演唱会Times进行得如火如荼,这天的做圣兵是江慧一位分脉已久的歌手,而他与张青芳的交情让这场演唱会更加特别。 张青芳成功说服江慧打破分脉的誓言,唱了经典歌曲家后,这也是观众们最期待听到的一首《江慧感动的哽咽》,他表示,原来大家都没有忘记我,这句话彭夫打开了被时间分存的情感饱和,使得观众们抱以热烈的尖叫与掌声,让江慧重新感受到了舞台上的温暖。 接着张青芳唱完乐琴后介绍了来观赏的艺人,其中包括林心如霍建华和曾国成,还有封卖八年的江慧。 张青芳开心地宣布,包厢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人你们才是谁,江慧。 这一番安排让江慧拿着麦克风向观众打招呼,他与飞吻的方式表达了对观众的感激之情,然而张青芳并不满足于此。 他也在拱江慧唱两句歌,即使江慧起初傲娇都表示干嘛啦,但最终还是被好友张青芳的要求打动。 轻唱了两句家后,江慧的出现让人惊喜,他提到张青芳是一个非常爱交朋友的人,形容他是个开心果,心情不好时找他谈,他总能给予开导。 这番赞美让江慧随即落泪他道出自己的感动,并谢谢大家没有忘记他,张青芳似乎并未放弃让江慧重拾麦克风。 观众的欢呼声不断,场内的气氛充满了期待和激动,江慧也受到这种氛围的感染。 想起过去在舞台上的点滴,他再度落泪道,谢谢大家,你叫我出来唱歌,我听到这么多掌声我有点感动。 谢谢大家,所以呢,看你在台上,曾经的我也在台上有很多感触,听到大家的掌声原来大家都没有忘记我。 在张青芳不断鼓舞下,江慧再度清唱了两句家后,观众们无不被江慧的表演所打动,掌声如潮这一刻彭腐时光倒流。 江慧再次展现了他独特的歌声和情感,然而江慧也知道自己在这场演唱会中的角色。 他感谢张青芳的邀请,他也希望不要占用太多张青芳的时间。 他开玩笑地说,以前陈震川叫我开四面台,我都不敢,我想说阿峰腿那么短。 这句话瞬间隐瞒观众们的笑声,却也让张青芳傻眼回枪,你们把小巨蛋当我家客厅吗? 这场友谊的互动充满了轻松和欢乐,最后江慧称赞张青芳今天的表现。 他说,你今天很棒,很漂亮,这番称赞让舞台成回张青芳的掌控。 他调皮地表示,难得吗?到他江慧一下,整个场面充满了欢乐和情感的共鸣。 张青芳与江慧的友谊和音乐的,共鸣在这场演唱会中得以展现。 他们彼此的支持和鼓励,让彼此更加坚定自己在音乐舞台上的存在价值。 这场演唱会成为了一个特别的时刻。 好了,今天小G为大家分享的精彩视讯暂告一个段落。 如果大家对小G的视频有什么看法,或者想看到其他自己喜欢的影片类型,都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及讨论。 小G会尽量为大家安排,下一期会有更精彩的内容等待着大家。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。